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杨建立博士 杨建立博士是公民力量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发起人 他昨天上午在纽约的时候试图穿着一件写有抗议文字的T恤衫 进入联合国的总部大楼去进行抗议 但是在里面遭到了拦截 那么杨建立博士现在来到我们的节目连线 我们现在跟杨博士进行连线 杨建立博士您好 你好 肖军 刚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你昨天到纽约去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 你昨天发了一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应该是叫杨玉涵先生拍的这样一个照片 从这个照片里可以看到您穿这样一个T恤衫 上面写着抗议文字 外面还套了一个夹克 那么背后就是联合国总部的大楼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您为什么要去当时怎么一个情况被拦截出来的 对 我们共鸣力量从两年前就开始发起了 挑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资格的这么一个活动 原因很简单 这个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必须在国内保护这个本国人民的人权 在国际上要推动人权的失业 但是在这两点上中国政府都是完全没有资格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活动来挑战中国的人权记录 也迫使中国政府能够改善它的人权记录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在最近一两个月 进入了一个非常得到很多的人的支持 我们有一个签名超过了一百万 中国人的签名超过了一万两千多 接近一万三千多 这个在历届的签名里面都是最大的 昨天是投票日 那也就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 那我呢是可以进入联合国的 我有一个同行证 那我进入第一关以后呢 他没有管我 在进入第二关的时候 他让我打开我的这个衣服 我这个外面有一个外套 我打开以后 他说你不能穿这个T恤衫进入 这个T恤衫上有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中国地图 中国地图呢在东北呢 是刘晓波 因为刘晓波困在这个东北 那在这个新疆呢 有这个有高智盛 高智盛是关带这个新疆 在广东呢是王宝章 他是关带广东 还有像这个一个红色的拆子 强迫拆迁 还有在西藏 燃烧的西藏等等这些这个图片 然后这个英文在下面写着 中国不合格 所以呢他就不允许我进入 那我在那抗争了一会儿也没有办法 所以有几个警察就把我送出来了 从这个T恤衫去可以看出来 中国是完全没有资格 进入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 好的 那杨晓波困是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后来出来了 虽然大家有这个不同的声音 有这个抗议的声音 包括您在内 一直在呼吁不要让中国入选 但是呢中国应该是 这个得票数应该是在第三位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是马其顿还有越南 然后接下来是中国 我印象里是这样的一个排序 那包括中国还有越南 还有这个俄罗斯 古巴等等这些国家呢 因为人权记录都不是很好 所以呢 但这次呢也都不出意料的当选 因为此前也说过 这跟联合国内部这个投票的 这个机制也有关系 这个当选之后 这个各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反应 我们刚得到消息说 这个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呢 也举行了这个抗议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 你们打算要怎么做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 我们的抗争的这个活动 因为这是一个像国际社会 让中国这个民众 发声的这么个渠道 因为如果你看看昨天 这个中国当选以后 那个微博上的这个议论的话 我专门请了几位朋友 观察国内的微博的这个反应 他们都回馈 有的说是95%以上 有一个说是99%以上的微博 都是在嘲笑这次的选举 嘲笑中国政府的这个反应 就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 我们让国内的民众 发声的一个渠道 这个声音啊 国际社会应该听到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签名活动还会继续 因为在维持这么一个压力点 也不断地告诉中国政府 就是你没有资格坐在这个地方 虽然你已经选上了 你是没有资格的 维持这个压力点 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 像这个刚才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所说的那样 希望人权理事会 也希望新当选的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 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 真正地改善本国的人权的记录 好的 谢谢杨建律博士 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方面的分析 还有介绍 谢谢杨建律博士 再见 那么在接下来 这个小时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要关注 也同样是在昨天结束的 中共18届三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状况 以及各方面 对这次全会的反应 那么请您不要走开 稍后马上回来 谢谢杨建律博士